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一阵经营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4号 今天是周五 有两天的时间 请大家在持商过程中 尽量不要过夜 下面我们继续带来黄金白银原油的每日交易指南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什么重要数据 那今天晚上的数据就不那么多了 在10点钟有美国7月份一年期通胀率预期 以及7月份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息指数 密西根的消费者信息指数 通常有5到8美金一个波动 这个数据还是蛮重要的 在下周一的时候 我们国家将会公布GDP 第二季度的一个GDP 这个数据对于原油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下面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基本面 值得我们去做个关注 首先第一点就是原油市场的 国际能力署IEA称 俄罗斯将会超越沙特阿拉伯 成为欧佩克家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在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 7月和8月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产量 下降每天到900万桶左右 报告称这将是沙特两年来最低的时候产量 将导致该国的产量落后俄罗斯 其实沙特如果说法力全开的话 基本上可以去到1300万桶左右的一个量 其实这个沙特的只是人为的进行一个减产而已 虽然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影响不会特别大 可以看到了现在这个西方国家 有意在挑拨这个俄罗斯和欧佩克家的一个关系 那目前去看呢 这种挑拨作用并不是很大 如果说你俄罗斯没有遵守 欧佩克家的一个原油产量 或者说约定的话 那么这个油价为什么会涨上去呢 当然油价上涨也不单单是你减产的一个因素 但是我们认为呢 你减产这个因素至少能够占到 至少能占到一半左右 对吧 剩下50%像这个美元下跌啊 使得这个上涨 或者说美国的经济好转呢 使得这个原油上涨 这些也是有的 但是大比重去看呢 原油的供需关系 在供应这一块 欧佩克家还是比较坏权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整体而言呢 影响不会很大 第二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啊 昨天晚上是跌破了100这个大关 那么跌破100呢 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呢 我们认为并不是特别严重事情 因为100的话 这个美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什么时候跌破80了 这一个反而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这100这个附近呢 我们认为美元指数会有所反复啊 那么这一波的美元指数大幅的下跌 什么原因呢 一方面就是你这个加息啊 已经进入到末端了 可以预见得到的 随着你美国政府债务压力不断的增加啊 那你这个美联储呢 肯定是要降息的 今年不降明年也要降啊 现在是信誓旦旦说今年不会降息啊 那么现在市场已经预判啊 开始有这个降息的动作 所以美元指数跌破100这个大关呢 我们认为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啊 那么这个跌破100大关啊 对我们的做交易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呢 这个美元指数跌破100啊 就说明什么美元在快速的贬值 快速的贬值的话就死的之前啊 因为高息而去买入美元 囤积美元这一部分人出现大幅的亏损 对吧 你这个美元贬值的速度呢 你去拿这些利息根本就不够赔的 所以近期这个黄金人我们判断呢 想要大跌的话 可能性不是特别的高啊 这个美元呢 要看看他在100的一个动作怎么样 会不会产生明显这种反弹 如果不会的话 犹豫不决啊 没有很坚决的这种反弹出现的话 那么这个黄金呢 不敢说他一定会大涨 但至少呢 会在一个高位里面呢 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种盘整 第三点 我们看到这个加息呢 已经伤到美国政府啊 常债的成本呢 猛增25% 25%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根据美国财政部周四公布的数据呢 本财年9前9个月 美国政府的常债成本飙升的25% 达到6520亿美元啊 导致导致预算的一个赤字呢 大幅增长 截止6月份的9个月里面啊 赤字达到1.39万亿美元啊 今年赤字扩大的另一个关键语音是财政收入减少 在2023年前9个月财政部较上年同期减少 4230亿美元啊 至3.413万亿美元啊 降幅达到11% 那么这个收入是实实在在减少的 说明这个经济衰退的一个迹象是没有变的 财政部收入减少主要是由于资本利得税减少 去年股市再次其他的资产的暴跌 意味着政府收入的一个下降 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基本面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的一个解盘啊 我们用K线法则交易系统呢 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油啊 原油在神木头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 首先第一点啊 就是今天这个原油啊 空头的释放呢是比较强劲的 你别看他跌的不多啊 但是他已经突破了法则 76.75就是法则的一个支撑位啊 突破法则就说明这个原油啊 真正有空头开始介入 之前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讲啊 7777这个价格附近 是一个做空的一个点位 目前是已经到了 那么根据我们法则的下方比较强支撑 是在76.73和76.3这个价格附近 在四小图里面呢 比较强的支撑位是在76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原油呢 我们认为啊 会在这个区间呢 做一个震荡 就是77和76之间呢 做一个震荡 这个原油不跌破76 我们不看大跌 而上方比较强的阻力 是在77.31这个价格 一旦这个原油啊 有效的突破77.31 也就表示什么 在四小时图级别这个法则呢 更上一层楼 那么理论上呢 会涨到85.43和87.32这个价格 那我们判断呢 近期的整体市场环境呢 不太支持这个原油呢 在短期之内啊 突破77.31 所以今天晚上周五 我们认为大概率会在 77.31和这个75.9 这个价格区间做一个震荡 我们下这个白银啊 白银呢 在社会图里面 已经到达我们法则的一个压力位 就是24.89这个价格估计呢 已经到达 那么今晚上呢 比较强的支撑是在 24.60这个价格 理论上呢 如果说它能够跌破24.60啊 我们认为这个白银呢 会在24.2和这个24.89 区间做一个震荡 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调整的概率会高一点 白银啊 只要是美元 没有明显的反弹 没有大幅的反弹 这个白银呢 暴跌的概率不是很高啊 因为它是有支撑的 虽然我们建议大家是低吸高抛为主啊 如果说在交易管中呢 你尽量以低吸为主会好一点 那么短期之内 我们认为这个白银呢 很难有效的突破25这个价格 虽然这个白银呢 建议大家不要去追多 在社会图里面呢 这个白银呢 比较好的一个支撑位呢 是在24.55这个价格附近 如果说一根大银线砸下来啊 那你可以在24.33附近呢 才去做多啊 这是一个白银呢 看一个高位震荡 下面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的转反上就很诡异啊 这个美元不断下跌 黄金有没有涨 没有啊 而是在1963这个价格附近呢 明显的走出了一个很强的压力位 反反复复多次震荡 并且是以大阳线的方式呢 去做一个震荡 你看这一根阴线砸下来 就砸得很明显 对吧 这个每一次的反弹都出现大阴线 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呢 对于这个黄金涨到这个价格呢 不可思议 多空的一个争夺 或者多空的一个一致性呢 不强 所以这个黄金呢 今天晚上我们判断呢 也是很难在这个位置啊 抉择住一个方向 在神木桶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黄金今天晚上比较强的支撑有两个 第一个是1947和1946这个价格 这是一个最强的支撑啊 能到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做一个低息 而比较高频的一个震荡平台 刚好和前方是重叠的 就是在1952和1953这个价格区间 是它一个平台 今天晚上这个黄金呢 在摄像图里面不站稳1960 或者说不突破1960 我们是不看大涨的 我们认为了今天晚上这个黄金呢 跌到1947附近的概率会高一点 也就是说你这会连续的破不了 然后再往下砸砸穿一下这些支撑平台 做一次试探了 这个动作我们认为是有可能出现的 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 在摄像图里面呢 美元啊根据我们的法则 基本上比较强的阻力是在100.28和100.37 这个价格区间 比较强的支撑呢 就是今天的一个低点 在99.58这个位置附近 美元在摄像图里面是一个看涨的一个逻辑 虽然这个美元 我们认为今天晚上呢 再破新低的概率啊 目前去看不是特别高啊 可能会在这个区间做一个震荡 因此如果说这个美元 涨到100.3附近呢 你就可以去做多这个黄金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KG法则 给大家带来一个解盘 那么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